连胜文立拼台北市长的宝座 一早展开了城市小旅行 八点就在镇大见走 跟选民拨钢颤 接着呢从台北市最南边 转移阵地到北边的关渡宫 又是步行拜票 又是转搭捷运的力求平民风 但是却被对手柯文哲质疑 他平常应该不常搭捷运 而对此呢连胜文平常心 他强调选战呢不应该攻击对手 而是要搬出了悠游卡 从台北行遍亚洲的政舰来吸引票 跨人高马大连胜文看不到 支持者特地找人雄抱战斗最高点 一旁还有阿贝活力打招呼 连胜文也跟着弯毛突毛 离聚 要跳了一起跳了 兵党内初选 连胜文的城市小旅行即刻起动 八点钟还穿着棉裤运动鞋 在文山去进走 公众场合没忘后备政治学 默默坐在第二排就OK 两个钟头后立刻杀到 台北市最北边的关渡公参拜 只不过连胜文喊出 悠游卡在手亚洲走透透的政见 敌手柯文哲却肯不给面子 他以前有搭过捷运吗 所以对他来讲就变得会 装得很痛苦 不要紧啦不要紧 不过今天早上也是 我本来想做捷运来 后来算一算时间来不及 还是做捷运车的 没有关系啦我想这个 我们主要是有一些政策要提出来 那我想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 总是比一支攻击或侮辱对手要来得好 我们未来希望这个 我们台湾的民众可以持余游卡 就可以去全亚洲其他城市来使用 特地步行转搭监狱卢州县 连胜文他在同党对手盯手中的地盘 把装也用行动回击 柯文哲的质疑 全力拼选战 最后想就上回 SN小组台湾报道